欢迎回到VOA卫视 又到了世界媒体看中国时间 我们请到这个栏目的主持人 齐志峰 请他来为我们介绍 世界媒体这几天 对于中国议题的报道 齐志峰你好 你好 宁馨 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在新闻里面 和我们的前面的跟记者连线 都提到这个中国新版护照 显然是最近有关中国 有很大的议题 那么世界媒体对于这件事 引起的争议 有些什么样的报道 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当然是世界媒体报道的非常多 假如我们今天用这个10分钟 20分钟的时间都可以 里边滑着的东西很多 我们就看到这个简要的报道一下 是这个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他那个网站上有一个 专门的一个栏目 叫做护照 这一下子正好是郑重下怀 这位这个护照专栏的 这个撰稿人叫这个Joshua Keating 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在一般的情况下 护照在边界纠纷当中 成为一个问题 是要看这个护照的发放对象 比如说你跟这个 比如说中国跟缅甸 有边界纠纷 或者跟印度有边界纠纷 中国把这个护照 发给边界那边的人 这会造成这个问题 但是中国这一次 居然能够想出了一个奇招 设计自己设计这个新护照 就把周围一圈邻国都得罪了 那么这个越南呢 不承认中国的护照 拒绝在中国这个护照上盖章 菲律宾说也考虑这么做 台湾呢 因为说中国把这个台湾的风景点 也印到他那个护照里边 台湾说你中国好 吃我们的豆腐 吃台湾的豆腐 怎么刚才这个台湾记者也报道了 他说截止目前为止 最富有创意的应对措施 是印度的 印度它是在中国人的护照上 加盖签证章的时候 印上一个印度自己画的边界 说是更正的边界 他说这是最富有创意的 一讲到最富有创意的 这位专栏撰稿人的话 他自己也来了个创意 他说 呀我也是在想 其他一些国家跟另一些国家 也有边界纠纷 他们恐怕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 所以我们不应当感到怀疑 假如我们有一天看到 玻利维亚是一个内陆的一个国家 有一天他印出了新护照 印出了玻利维亚的海岸线 就是各个国家各自为政 对 没有一个国际公认 那么与此相关就是 显然这个新护照引起的争议 最大的关键在于 他把这个领土 有争议的领土 纳入自己的范围 那么说到这个领土争议 我们知道中国航空火箭的 辽宁号 最近这个舰载机起降 成功 那么中国官方媒体 对这件事是大肆的报道 那么你跟我们介绍 世界媒体对这件事 世界媒体报道当然也跟随中国官方的报道 就是反映中国官方的报道 那是大起大落 一方面是 中国首次这个舰载机起降成功 这是第一天 然后接着就是 舰载机的这个主要设计者 这个去世 那么最典型的这个是印度这个报纸 印度的报纸 印度教徒报 它这个报道说 这个中国官方在星期天 庆贺第一次舰载机起落 试验成功 星期一再报道 舰载机设计者罗阳参加 试验室心脏病突发去世 这官方媒体称 这个罗阳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民族英雄 与此同时 中国的网民也这个表示担心 说中国的这种这个做法 就是说中国的这种制度 是不是对科研人员这个压力太大 因为中国这个科研人员 这个尤其是这个所谓年富里强的人 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过劳死 是他们的主要死亡原因 那么他们就说 对于这个事情 确实是承认是中国一个成就 那么在中国 是不是通过这个舰载机起航 这个航空母舰这个事情 增加中国海军实力等等 这方面 对于领土争议的这个含义 他们有没有类似的分析或者报道 那当然是 关于这个舰载机这个起降 那当然引起邻国的这个注意 甚至是担心 但是与此同时呢 国际媒体也报道 比如说美联社 他就有一篇报道 就是讲 中国的这一次舰载机这个 这个这个试验成功 这只是这个第一步 所谓的接下来一步就是 你是不是真正能够在这个 你出去开出去之后 那个飞机能够在 公海上的航行的航空母舰降落 然后在今后的这个训练当中 你是不是能够 能够继续保持这种 能够成功的这个降落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关键 这方面的这个训练是 不是一般的严峻 对 好 说到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 当然都是对这个航空母舰的 这个起降这个事 是做了大肆的报道 但是我知道 其实你自己比较关注的一个消息 就是贵州避捷几个男孩子 在这个垃圾箱内生活取暖 造成自己死亡的这个事情 你对这件事一直有关注 就是中国的媒体怎么报 那么现在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当然是随着这个航空母舰 那个起降成功 这个舰载机起降成功的这个消息 那贵州那五个孩子 那变成了一个过眼烟云一样 现在就在 基本上在中国这个官方媒体当中消失了 但是这个世界媒体 就是还有报道 比如说这个法国主要报纸 它叫这个世界报 它驻北京的这个记者 布里斯佩多莱蒂 他说这个贵州 这个毕捷人口800万 是贵州最穷的一个地区之一 胡锦涛 这个曾经担任中共贵州 这个省委书记 在1988年 中国的中央政府 把毕捷定为环保经济发展和脱贫 实验地点 当时胡锦涛在贵州 是中共第一把手 那么在这之后呢 中共的这个 这些这个最高这个领导层的人 比如说像贾庆林啊 以及像这个温家宝啊 对毕捷都是有视察有赞扬 而且在温家宝在中国十八大之前 刚去毕捷那去视察过 而且赞扬这个毕捷的科学发展观 这个搞得很好 结果不久之后出现了这种 这五个孩子一块死亡 那个毕捷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穷 但是贵州那个地方 总体来讲是全国最穷的一个省份 所以说现在中国一方面 在很多方面一看 都是发展的很好 钱非常多 甚至是多到可以弄航空母舰 在另一方面 中国又是非常的赤贫 最穷的人比第三世界的人 有过之而 比第三世界的穷人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知道你是 当然是一直关注 因为这个栏目的原因 关注国际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 那么你同时也非常关注中国的网民 或者是中国民众关心的问题 你的这个中国网络观察 就是一个例子 那么你觉得世界媒体 对于中国议题的报道 和中国的这个媒体 对中国事情的报道 在哪些某些方面 有没有一定的重合 或者是相似之处 帮我们介绍一下 那当然是这个因为 这方面的比较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因为那个世界媒体 那理论上 它都是比较自由的 那就是按照这个读者最想 关心的 最需要知道的 来报道新闻 但是在中国的话 一切都是 都是政府按照固定的这个主旋律 宣传了安排的这个新闻 所以是那个报纸相对 报纸电视广播 这个我们很难判定 他们的这个报道 就是中国民众最关心的 而与此同时呢 中国的网络是相对自由的 但是我们这要特别强调 说相对自由是指的 这个比起广播电视什么的 是相对自由 但是网络的控制 也是很严的 只是比这个 那些正规的平面媒体 广播媒体稍微轻一些而已 因为这个网络的变化 非常的快 这个当局控制 它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可以紧跟的很快 但是今天早上 我看到的话 中国比如说 用户最多的这个新浪微博 在前三条的这个网民 所谓搜索 关注的这个前三条的新闻 一个是航母style 这航母style就是航母起飞 这个航母这个指挥人员起飞的 这个什么东西 做那个姿势 那成了这个中国的这个 江南风 中国中国风的 对对对 航母风 航母style 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 说实话 我们也不知道 没有任何的解释 因为这个东西太红了 所以当局也报道 说这是一个事 对 再一个往下 是这个心而为安 是指的这个中国的一个模特 他穿着中国的警服 他自称是中国的警察 结果被这个中国当局抓了 说是他这是 诬蔑这个中国的警察 然后是给他判刑 九个月 然后缓刑一年 再一个就是郑元元 是中国的一个 山东的一个教师 因为他男友 这个跟他分手 要报复他 于是把他两个人的私密照片 公布出来 公布出来 被认为是不雅照 学校可能是要把他开除 这引起中国网民的 这个的不满 说他这个男友 这很不是东西 把这这么私密的照片弄出去 这做坏事 是他犯罪 你应该惩罚他 你怎么惩罚这个人 所以前三条 就是基本上是这个 好 那么最后还有30秒时间 刚才我们说到 这个中国航母载舰机器 落实验 中国和邻国的 这个护照争端 还有中国的贫困 你觉得美联社 有一个很好的报道 把这三条的综合的 这个线索 对 勾了出来 好 我们来用一下这段话 对 他讲的非常好 美联社说的是说 对罗阳 就是那个舰载机 设计者的 那个去世的那个报道 突出报道 显示出北京 对舰载机项目的重视 这一项目被认为是 代表了中国 在过去30年里 从贫困崛起 成为经济和政治 强国的一个代表 对 这是非常好的 把这些消息 全都串在一起 对 好 谢谢世界媒体 看中国的主持人 齐之锋 来为我们介绍 世界媒体这几天 对中国议题的报道 观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还有 更多的精彩内容 请您不要离开